好,謝謝主席 我們請薛部長 薛部長 委員長好 好,部長好 部長,去年7月 衛福部核准高端疫苗 專案製造 核准的條件是不是有規定一個 核准後一年內要減送國內外執行疫苗保護效益報告 是,這個有 好,那現在薛部長有收到這個報告嗎 在7月底的時候收到 然後8月經過審查之後 那我們請高端再做補件 兩個月內補件完畢 兩個月內 8月收到,所以10月 所以在10月底之前 要把補證的資料送過來 那屆時如果他補證以後 還是沒有辦法符合你們的要求 你們會怎麼做 可能會廢止 廢止EUA 對 好 那如果核可了呢 核可的話那就是繼續 那能不能把這個報告公開 這個報告可以公開 可以公開 是 好 那請教部長 那高端疫苗到現在 我們有沒有看到第三期的實驗報告 目前是沒有 因為據我們所知 他的第三期就是參加了這個WHO的聯合團結試驗 那已經做完了那個資料 現在是在WHO的手中 部長 因為之前我們看到高端他們的新聞 他有說他們在巴拉圭做的第三期實驗 然後也分享了第三期實驗的數據 然後說 接下來會完成巴拉圭第三期臨床試驗的報告撰寫 所以這個部分 部長 能不能簡單說明一下 所以現在進度到底是我們在巴拉圭那邊進行第三期 然後在WHO又參加團結實驗計畫 對 這個要不要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 這個部分的話是這樣 在巴拉圭那邊 他的第三期仍然是用免疫橋接的方式 是用免疫橋接 那WHO那邊呢 那邊不是 那邊不是 所以是兩邊同時進行還是 對 是兩邊獨立的 好 所以在巴拉圭那邊是用免疫橋接的方式 那WHO那裡 什麼時候會完成 完整的三期實驗報告 他的這個 這個 Beta的collection是已經完成了啦 那就是 也就是資料的蒐集 真的打了啦 那資料的蒐集也差不多了 那目前的話因為要做資料分析跟判讀 那是由WHO那邊來做的 並不是高端自己做的 所以時間的控制是在WHO那邊 所以部長你們掌握的消息大概預估 什麼時候報告會完成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WHO他的做事 這速度啦等等這些的話 這不是我們能夠掌握的 好 所以另外喔 高端在他們的官網上面 也有說他們正在就Beta疫苗 對BA4 BA5 有做相關的試驗 第一期試驗 也得到了正面的數據 部長可以看到他們的新聞稿 那請教部長 會有機會 開發出符合國際標準的次世代疫苗 給國人使用嗎 這當然是高端他自行釋出的訊息 但是他的對象 就是說要用這一個Beta株的 來做這個疫苗 那Beta株現在不是盛行的 就是他已經是比較早期的 這個變異株了 所以做出來是不是能夠來處理 現在的這個Omicron的話 其實是未知的啦 就是說不確定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就是說只有到一期的初期 所有這樣子的一個可能的效果 這個我們還是還要再觀察啦 這個太早了啦 好所以以部長的專業 評估你覺得現在還太早 對這個要到說他這個疫苗能夠做出來 然後他能夠做臨床試驗 這個還太早 那你覺得未來高端有可能 發展出次世代的疫苗嗎 符合國際標準 這個我沒有辦法去預測啦 他要看他的能力 不過我們還是眼見為平啦 做出來再說啦 所以部長 因為高端疫苗 現在 因為他並沒有被日本官方認可 是國際認證的疫苗 最主要是因為他沒有 被WHO納入EUL 就是 緊急使用授權清單的疫苗當中 那高端疫苗什麼時候 可以被列入WHO的緊急使用清單EUL裡面呢 這個我們也沒有辦法掌握 那 所以 我看到在WHO的官方資訊裡面 我們還是停留在他只是 接收到異項書的階段 就是EUI 也就是說這個部分 到底高端有沒有 沒有遞送相關的資料啊 提供相關的數據啊 來積極的讓高端成為 WHO緊急使用授權的清單裡面 這個部長你有沒有掌握 這個目前應該是他有資料 那 已經送去了啦 只有到這樣子程度 對 他只有第一項書耶 但後續 應該要提供相關資料啊 然後進行下一階段 但我們都沒有看到 因為這個是在 官方網站上面 9月底 9月下旬的資訊 NIA的部分的話 是應該有一些資料是送過去的 好 沒關係 部長 也就是說 衛福部有沒有了解 WHO審查疫苗是否 可以列入緊急使用授權清單裡面 的標準程序是什麼 要符合哪些有效的條件 這部分是稍微有一點複雜啦 通常如果是聯合國的會員國的話 那他們的接受的程度是比較容易一點比較快一點 那因為我國並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所以在審查上面的話就會比較慢 那所以為了確定說 這個高端是有這樣子的 那他也被申請 然後也被接納 加入這個 這個所謂的團結試驗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裡面 所以部長你的意思是說 是否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會影響到 是否列入緊急使用授權清單的審查 速度當中會有影響 如果是會員國的話 當然就是會有影響 那除此之外 他要符合哪些要件 問父你們了解嗎 大概還是一個 臨床試驗的一個data 這個部分的話是最solid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所以高端會被要求 就是說參加他們的團結試驗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好部長 那請會後提供給本席 一個你們了解 他要符合哪些條件 他的審核標準是什麼 才可以納入到UL裡面 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蒐集一下資料 好另外 日本昨天開放邊境 那是不是旅客 就台灣民眾打滿三劑WHO緊急使用清單的疫苗就可以入境 當然是要打這個疫苗是要他們所承認的疫苗 對 也就是要列在WHO緊急使用清單也就是醫藥裡面嘛 那高端現在一直沒有被列入 所以接種高端的國人權益是不是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想在接種疫苗的當時主要是要保護自己 那能夠自己的健康還有家人的健康 那以後會不會在這一個出國會不會產生障礙 可能是大部分的那個施打疫苗不是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 所以部長現在喔你們一直說有在積極跟日方交涉 你們現在交涉哪些項目是要怎麼樣讓日本能夠接受 高端可以免作PCR然後可以入境 是我們現在正在交涉 對你們如何交涉呢 那部長換方式問啊 你知道高端沒有辦法被日本承認就是被認可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主要是這一個疫苗日方並不了解 因為我們並沒有去申請這一個 不是部長 關鍵因素是因為高端沒有被列入WHO的EUL裡面 就是這麼簡單就是剛剛講的 但是 部長我跟你看這是日本外務省 他們的官方說明 另外包括台日交流協會寫得很清楚 最後一句我框起來 皆需持有世界衛生組織WHO 緊急使用清單中所列的疫苗之接種證明書 所以部長 關鍵就是我前面一直在問 你沒有被WHO認證 你沒有列入EUL緊急使用清單當中 你就是不可能被日本承認 所以你現在積極交涉說 日方不了解 你才不了解 關鍵在哪吧 部長 所以我才會問你說 你知不知道 要符合什麼標準 什麼樣的要件 可以被WHO認證 列入EUL裡面 日方現在的規定是這個樣子 這個規定並不是不能調整的 這種話我們聽很多遍了啦 當時大家在問說 到底日本什麼時候認可 高端大家可以進去 那時候我們的指揮官說什麼 我們離日本承認不遠了 結果現在事實證明 高端有被日本證證嗎 所以部長啊 不要在這邊再用四十而非的方式 我已經呈現給你看 日本官方網頁就是說 你要成為WHO緊急使用清單當中 認可的疫苗 你們就朝這個方向努力 所以我問部長 你現在要跟日方交涉 你應該是除了提供消費數據資料 更重要你應該更積極的 怎麼樣協助高端 讓它成為WHO認證的疫苗 當然這是也必須要走的一條路 但是事實上每一個國家 它的邊境管制的策略 都會有不一樣啦 而且都在調整當中啦 所以或許我們的努力 會讓日本願意就加一個例外的 所以部長你是期待 日本開放一個特例 是 這也是其中一條路要努力的 所以部長這是你的期待 我認為還是要務實啊 還是要面對現實 要誠實的面對國人 這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判斷 日本 他們就非常堅持專業 你再怎麼說他就是相信 只認可WHO認證的疫苗 你們再怎麼交涉 事實現在驗證 當時我們所有的質疑都成真 所以今天你還要再告訴國人說 我們積極交涉 我們期待他會開特例 我在這裡跟部長講 這邊官網講得清清楚楚 還是要誠實的面對國人 務實的面對問題 積極而去讓高端協助他們 被列入WHO的疫苗裡面 這才是正道 各種努力都必須要去做啦 都要盡力去做啦 誠實面對國人才是正道啦 部長 這是我們對於衛福部 新的部長的期待 也是我們對於衛福部 所有官員的期待 過去兩年 國人承受太大的壓力 也看到衛福部相關似是而非的說法 才會造成今天國人非常大的憤怒 這個委員 你這樣一竿子打翻一點 光就這個問題部長 這個問題是這個問題 你不能否定其他的 我們國人 包括衛福人員 包括全體人民的努力 這個不能這樣講 沒有人否認啊 這是所有全民搭共同的努力啊 部長 是啊 沒有錯啊 所以今天同樣的 如果你還是 不願意面對真正的核心問題 關鍵因素 為什麼沒有辦法被日本承認 那你應該很誠實地告訴國人 各種努力都是要去推的 當然各種努力要做啊 我們都不排除啊 那我問你 包括到底要符合哪些標準嘛 你也講不清楚啊 這我說 你有沒有掌握相關資訊 要我們會後把這個資料提給我們 因為你現場沒辦法講清楚啊 誰要署長也在旁邊啊 你如果了解先講清楚 一條一條符合什麼要件 如果不清楚 因為我時間到 你就會後提供 好